其中第十五批 浅唐室里有个小和尚叫永忠 他是在公元七七五年抵达长安的 他在长安一待就是三十年 这期间呢 他在西明寺呢 学禅礼佛 耳濡目展的呢 学习中国文化 当他回国的时候 将中国的饮茶文化带到了日本 并将茶呢 献给了当时的日本天皇 错额天皇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饮茶记录 自此也迎来了 日本第一个茶文化的高筹 史称 红人茶风 错额天皇的工人 韦良氏在诗文中呢 有一个茶哥 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说呢 拱献满商家盘 无颜何味 味更美 拱献满商家的盘 连盐都是从江苏地区的 取来的无颜 拱献的碗呢 拱献是白词啊 是我们的行窑的前身 商家的盘呢 现在没有考证出来 从这些诗文中 可以想见当时的日本 向中国学习茶文化的 一片诚心 红人茶风时期呢 饮茶风上还仅仅限于 以天皇为代表的 日本贵族阶层 那么到了公元191年 也就是到了宋朝啊 南宋的少西二年 日本的求法僧呢 荣熙将中国的茶种茶具 以及点茶法 带回到了日本 其中包括了 从浙江天木山 带回的黑幼茶展 也就是现代被日本人 视为国宝的药变天木 日本茶道 至今还保留着 宋代的抹茶点茶法 承袭着中国宋代点茶的仪轨 中国的茶文化 也随着茶种在日本生根发芽 随后与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相融合 我们讲过多次 中国茶呢 有两次裂变 大约有三种喝法 第一种是糖以前 它是连茶叶 带佐料 一并喝下 有点像粥 宋代点茶法出现了以后呢 是喝茶变为 非常高贵的一种生活方式 它的仪式感极强 那么日本今天的点茶法 就是跟宋代的点茶法学习来的 那么到了元明以后 饮茶去了这些反辱的程序 变成了月饮 就是必去茶叶喝这个出茶汁 饮用 这个影响到我们今天 这三种饮茶方法 在每个时代都代表中国的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的第三种饮茶法 就是必去茶叶喝这个茶汁的饮茶法呢 在十四世纪以后呢 就开始影响到西方 最初是荷兰人 他通过商船呢 将茶带回到欧洲大陆 那茶作为舶来品呢 那肯定是物以稀为贵 起初欧洲人也把它当作药物 放在药房称重出售 这跟中国饮茶之初的那个 用意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今天实际上也是这样 如果你身体有些不适 比如你的肠胃有些不适 你吸一杯浓茶 喝下去有时候就舒服了 到了十七世纪 饮茶之风在欧洲王室及贵族间就开始流行 在1662年 也就相当于我们康熙年间 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呢 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呢 将饮茶之风呢 就带到了英国宫廷 那进入十八世纪 英国人逐渐就养成了 喝下午茶的习惯 其实我们倒不怎么喝下午茶 在街头的咖啡馆里呢 也可以买到一杯来自中国的茶 茶文化开始进入了西方的百姓生活 英国人呢 是出了名的喜欢喝茶 称赞茶是智慧之水 众神的甘露 话说的都比较高 茶呢 首先呢 就受到了文人的钟爱 比如大名鼎鼎的雪莱 拜伦 普伯 曾经独立撰写出第一部广为流传的英语大字典的 萨米尔约翰逊有过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说 我的烧水壶总是热腾腾的 晚上品茶为乐 入夜用茶解闷 清晨借茶清醒 可见他对茶的一个喜爱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想想中国人接受咖啡的过程 是不是跟西方人接受茶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呢 在清朝晚期的时候 咖啡出现在我们东部沿海城市 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那说起来也就是一百年前吧 上海的外滩就出现了最早的咖啡馆 当时咖啡馆里喝咖啡的人 主要还是外国人喝一些龟桥 当然也有一些愿意尝试新派或者洋派生活的中国人 那时的咖啡呢 被上海人呢 戏称为叫咳嗣药水 你看 你喝不习惯的东西都跟药有关 你看那时的老百姓就不怎么接受咖啡 也觉得这东西苦不拉击的 没什么好喝的 直到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那个改革开放 我们跟外国的来往更多了 咖啡慢慢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老百姓这时候接触的比较多的是速溶咖啡 配上牛奶啊 什么咖啡知己啊 冲泡而喝 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地道的喝法 地道的喝法 这咖啡豆磨出来 还最好是手冲的 那中国人真正接受咖啡呢 算来算去也就二十来年的事 街边的咖啡馆呢 越来越多 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随处可见 很多人会在家里呢 也给自己冲杯咖啡 等到什么时候 你看到中国的大街小巷 乡间离舍 看见地头上的农民 也喝一碗咖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咖啡 才是真正的在中国普及了 我们的茶就是这样 我们的茶能普及到 欧洲的大街小巷 那我们刚才说了丝绸 茶 我们接下来呢 还要说说代表 中国风的一个物件 我想大家都可能能猜到 那就是我们的瓷器 我老说中国人很聪明 养几个虫子 摇头晃脑子 涂点丝 出去赚了大钱 从树上摘几片叶子 炒不炒不 送出去又赚了大钱 挖两桥泥土 捏不捏不一烧 又赚了大钱 所以我们历史上 三大主打商品 代表中国风的主打商品 都是本小力大的 那么很多外国人呢 一听到中国啊 就第一联想的事物就是瓷器 因为中国的英文名字 就叫China 本义呢 就是瓷器 有人认为呢 China这个名字 就是景德镇的 原来古老的名字 昌南镇的昌南的义音 那么瓷器呢 它是最没有争议 代表中国古代元素的 自汉唐以来 瓷器不断的 源源不断的 销往国外 成为外国人 了解中国的 最重要的载体 因为外国人 能烧到现代意义的瓷器 那是三百年 以来的事 我们过去对长沙窑 了解不多 认为瓷器呢 长沙窑是一个 不太重要的窑口 直到黑石号的出现 九世纪的前半夜 一艘满载着 中国瓷器的 阿拉伯商船 行驶在海上 它的目的就是 到阿拉伯去 不幸的是呢 它经过印尼的 胡里洞海域的时候呢 遭遇风暴 触礁沉没 1998年 在海底沉睡了 千余年以后 这艘商船 终于重见天日 它就是大名鼻鼻的黑石号 为什么叫黑石号呢 就是旁边有个黑色的胶石 从黑石号沉船上 打捞出大量的精美瓷器 长沙窑的瓷器呢 经过统计有五万七千多件 这不是全部 这个船的一开始 很多瓷器已经被散落到民间了 从这个数量 可以看到当时海外市场 对中国的瓷器需求量之大 当时唐来的长沙窑呢 远消到二十多个国家 足迹遍布非常广泛 现今我们仍能从长沙窑中呢 找到会有美女的陶瓷残片 词片上的美女呢 闭眼秋波 金发书卷 跟现在的欧洲的时尚女郎 没多的区别 从这样的瓷器上看呢 你就能看到 那时候的中国人 就懂得外销商品 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长沙窑出口的瓷器 针对不同的地域 会产生不同的瓷器 如果销往波斯地区的瓷器 在瓷器上就会有波斯文字 还有当地人熟悉的椰枣文 那进入到了宋代呢 我国的智词乐蓬勃发展 中国的宋代 是中国陶瓷的第一座高峰 大量生产于浙江 江西 广东 福建 的瓷器的销往海外 德化瑶 是以白瓷的瓷态 良好的可塑性的文明天象 它地处福建 到了明清时期呢 德化白瓷呢 就到了它发展的鼎盛时期 德化白瓷的名称呢 西方人描述特别多 比如有说它是象牙白的 有的说它是猪油白的 有的说它是鹅毛白的 还有说它是葱白的 但是对于德化瑶 所有白瓷的这种描述呢 都敌不过中国白明确 所以今天呢 西方人仍把这种 有无尽美的一种白瓷 德化白瓷称之为中国白 今天啊 你们有时候要注意 有些小商品 就是比如西方人 一到了圣诞年 有些圣诞老人的瓷塑呢 可能都出自于德化瑶的白瓷 17、18世纪流行于 欧洲的中国风呢 就是随着 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就开启了 传教士不断的到访中国 使得欧洲人呢 更加了解中国 更加着迷于中国的瓷器 丝绸园林等等 通过中国瓷器中的画片 传教士的口述和文字 包括带来的样本 中国人的生活对欧洲人呢 看起来就是世外桃源 所以当时有很多瓷器画的那种 中国人的这种普通的生活呢 让欧洲人十分羡慕 法国路易十四啊 当时穿着中式服装 从一台大教宗呢 缓缓走出的时候呢 成为当时中式舞会的一个焦点 也代表了当时 风离整个欧洲的中国风 成为欧洲时尚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呢 在凡尔赛呢 造建了一个中国宫 有机会去法国旅行的时候啊 一定去看看 普鲁士国王 菲特列一世为纪念自己的妻子 夏洛特而建的 夏洛滕宝宫 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要把中国的元素 一股脑地展现出来 这些地方我都去看过啊 等你们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中国元素 特别堆砌 因为它没法去选择 它觉得哪个都好 所以在这样刮中国风的啊 这个法国的宫廷里 你可以看到 它装饰的密不透风 这种这个风尚的热潮呢 蔓延在欧洲呢 持续了一二百年 正好是中国处于 康乾盛世之际 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呢 它不断地增长 创烧于这个康熙末年 兴盛于乾隆年间的粉彩词 当时也叫阳彩 非常符合西方人的审美 受到了西方人的疯狂的追捧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这样的瓷器呢 你可能会不认得它 你说这东西好像有点中国味 怎么那么阳气啊 那就是当时西方人欣赏的中国风 它那种华丽 你可以说它很典雅 也可以说它很俗 西方的洛可可式的装饰风格 跟乾隆时期奢华的装饰风呢 几乎是异曲同 所以当时中国风刮到了西方呢 就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容易融合 我们刚刚说了 在世界范围内刮起的中国风 那主要是要依靠商品 我们光拿话说没有用 我们当时有拳头商品 比如丝绸 比如茶 比如瓷器 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熟悉的 哪怕我年轻的时候 物资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那人们买瓷器呢 也兴买个景德镇的瓷器 都知道这里的瓷器好 那么喝茶呢 当然知道喝个好茶 我们小时候只喝花茶 在北京只喝花茶 有条件的呢 就买那个高级花茶 那时候一块钱 一两的茶叶已经是最高级的 没条件呢 就喝点这个高末 也叫高碎 高级茶叶的碎末 那么我小时候 家庭条件好的人 过年过节的时候 可以买个丝绸的衣服 不像今天你想买就买了 这些商品 像茶叶呀 丝绸啊瓷器呀 今天非常容易的进入 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的国风国潮热呢 再度兴起呢 就是这近20年的事 我这个15年前 百家讲坛讲瓷器的时候呢 我感觉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热 因为现代媒体的强大 我们通过了媒体 能看到越来越多的 优质的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生活或者展现我们的 传统美的物品 比如这些年啊 大量的电视节目 越来越多的传递 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那在生活中 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 中国元素的包装呢 就越来越多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不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啊 仔细想想 有印象的中国的包装呢 比如有紫罗兰的那种粉盒啊 有万子千红的润浮油啊 都是薄薄的小铁盒装着 我现在一提起来啊 年纪大的都能想起来 年纪轻的人肯定就不知道了 这些可能都算当年的国民品牌了 我们现在啊 真的从化妆品的这个包装上看呢 铁盒越来越少 各种其他物质比如我认为塑料的好像越来越多 我也看不懂 比如说过去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啊 有一种最便宜的二分钱一个的咖喱油 它护肤品真的就是河里的那咖喱 洗干净了 里头抹上一种凡是林式的护手油 用的时候一抠开 涂油 用完了一扣上 严丝合缝 你觉得这东西很土吧 其实这东西很洋了 这个唐代就有 唐代就有金的 有纯金的 有一半金一半 带有原始蛤蜊的 有机会我会掏出一些东西让你们看看 那现在呢就很多不一样了 就是它要融入中国元素 为商品包装 最多的就是口红啊 我看过很多口红那个外包装都完全是按照古代的中国元素 再有就是我们经常的穿的衣服啊 鞋子啊 这些包装啊 上面都有大量的中国符号 可是从中国古代可以借鉴的元素呢 非常丰富 借鉴起来未必那么容易啊 但是你要用心 才能给人不仅仅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它要贴切 现在有很多商品我看到的都是生把一些中国元素符号搬上去 那个未必协调 尤其有些新的商品 比如古代没有的啊 我们做一个碗比较容易 但我们要做一个手机 做一个汽车 这种完全是现代科技的这种商品 怎么能把中国元素融进去呢 它确实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这次中国潮中国风到来的时候 我们有真的中国人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呢 能跟当代的科技产品呢 结合的很好 能够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文化 可以覆盖一切 有一件事呢 其实私下老有人问我 这就是汉服 汉服是大家这些年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汉服 希望有一款呢 真正意义的 我们民族认可的汉服 它可以代表中国 成为国服 到目前啊 还没有定下这个样式 那很多人就说 问我说 你对中国历史比较了解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 我也很难说 为什么呢 我们把中国的汉服定于哪个朝代呢 对吧 我们的朝代很多 我们是定为汉朝吗 还是唐朝 还是宋朝 还是明朝 我们定在哪个朝代 因为历史漫长 每个时代的服装 是不一样的 那么 我们的汉服有一个特征 是一致的 它就是比较宽松 穿起来比较飘逸 但它呢 跟今天呢 社会呢 有所冲突 比如说 你去挤一个地铁 是吧 你要穿成太子妃那样 那你基本上 你上车时候跟下车时候 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定这个汉服呢 一定要把标准定下来 我觉得要定下我们的汉服 第一个标准呢 要穿着方便 可以在公共场合 在比较拥挤的地方 不出问题 第二呢 要价格适中 大部分人如果想买一身国服 是买得起的 你可以做得很精美 做得很名贵 但是一定要有评价的 能使更多的人消费 第三呢 就是你的文化符号要鲜明 一看 就是中国的汉服 你看印度的那个沙利 日本的河服 俄罗斯的那个鲁巴 你一看就是哪个国家的 你一看看那个朝鲜 勤俭节约的小衣服 铺装浪费的大裙子 你一看呢就是朝鲜人 韩国人 对吧 一定要文化符号要明确 那我们的服装呢 这个在国际上呢 现在很难辨识 现在辨识呢 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 有些服装 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中国的 比如说旗袍 女子的 男的还不能穿 就女子这个旗袍呢 大家觉得是一个 中国服装 其实旗袍呢 是在清代的服装 为什么叫旗袍 叫旗人 他不是八旗吗 旗人的服装改良的 那一说男子呢 男子就是中山装 中山装今天虽然代表着 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正式的服装 但他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并不强烈 那么这些都是跟当时西方 尤其他是在这个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定型的 所以他很符合当时西方服装的那种审美 我们今天一百多年过去 我们今天真的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国服 在我们重大的时刻 重大的节日穿上 中国的汉服啊 它不断的升温一定是要有道理的 这种道理不仅仅说 它是一个兴趣 是一个喜欢 更重要的是 他想了解中国的服饰 把这样的一个汉服 如果我们能集我们的汉唐宋明 风格的一个服装 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改良 形成了中国人的礼仪服装 那我觉得呢 这个服装还是很诱惑人的 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当中国人举办婚礼 或者参加生日派对呀 或者是这个有什么重大的节日 那穿着中国的服装 那个时候就是中国风的全盛时期了 随着国力的不断的提高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呢 也就越来越大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呢 是要通过物来传达的 它不能是虚的 那国风 国潮热 不光在国内的产生的影响 也会影响到世界各地 我们会发现 现在确实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在学习中文 而且中文说的好的越来越多 我说中文说的好的 不算这个 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 现在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很多了 比如我看上海那个节目里 有一个叫华波波的 那个中国话 不仅是能说普通话 还能说上海话 东北话 河南话 那么我们有些后天来中国的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大山 曹操这些人呢 中文说的那叫六 有时候比中国人说的还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强大 当然人家也有语言天赋了 说明我们的文化强大 他们愿意来学习 我们现在啊 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外国小孩从小就开始接触中文 知道 当外国人开始学中文 了解中文的意思的时候 他有很多意思 如果他读唐诗诵词 是吧 了解中文的情怀和气节 他们才会真正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呢 我们吃这件事 中国餐饮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学习中文呢 其实他们很多人是为了中国的这吃来的 他喜欢中国的这吃 中国吃太复杂了 为什么复杂呢 你看看厨师 他们有时候喂一顿饭 他要提前一两天准备 西餐就简单的很多 那么你看我们中国的 别说别的 就说早餐吧 中国的小吃 很多人都觉得好吃 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外去就能发财 你比如我们的煎饼 煎饼是很多上班族的早餐 走到路上买一个边吃边走 到了单位 早饭也完了 开始上班 你把中国的煎饼带到纽约去 你看看 发财呀 他为什么发财呢 是因为那东西好吃 它确实好吃 那么在这样一个中国文化 向外输出的日子里 中国菜的传播度应该是空前的 我在世界各地都能吃到 越来越正宗的中国菜 早期出国是不行的 早期吃的那中国菜 也就是名叫中国菜 实质不是中国菜 但今天在很多地方 在世界各地能吃到纯正的中国菜 跟你在国内 在北京上海吃 一模一样 但是中餐有个问题 中餐它形式是共产制的 它就比较适合会友 亲朋宴请 你比如我们吃一条鱼 这鱼上来 把鱼头给谁 鱼尾给谁 那个外国人不兴着 所以外国人得吃的一模一样 可是咱那一条鱼 往往还不大 有个一二斤的一条鱼 你没法在一个桌子上 给十个人分出来那么漂亮 所以一旦分鱼 那鱼分了你的盘子里 都不太好看 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种习俗 共餐 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条鱼